越老叫我 不要太挑 然後我就直接在越老 我沒有前面說 我是絕對不會聽越老的話的 敢跟越老嗆聲 真的太有個性了啦 郭書瑤16日出席新節目記者會 看到大S最近浪漫閃婚 單身兩年多的自己 都被影響到了 你想大S沒有要閃婚嗎 我如果有對象我也想 就我現在是連 人都沒有 她電話有換嗎 我 我跟你講我就是那種 換個男朋友 換一支電話的 秒換 我就是因為你找不到我 就是跟著人聚焦 她後來再交好嗎 她後來再交好 就現在就沒有換啦 那有留吧 有留吧 就打過來應該還是會知道 我不知道耶 有人要打給我 應該也不敢打給我 對吧 是我講 真的… 誰妳找誰妳就不敢打 沒有 我啦 我滿不敢打的啦 對… 妳現在連追求者 都沒有辦法 我有試圖跟就是 朋友介紹的人去約會啦 但是就是沒有Feel 沒有Feel 就我本人就還是真的 印證了我滿膚淺的 我們在節目當中 因為有遇到受訪者 然後後來她說 她要把兒子接送給我 我就說那身高有180 她就說當然當然 她這樣很驕傲這樣 那臉呢 就是好朋友 妳沒有要講那個 那時候就是導演就跟我講 我說妳有沒有求個紅線 有沒有禁忌 我說我沒有 我什麼宗教都OK這樣子 然後她說那 我說那不然我們來求個籤看看 看月老有沒有什麼話要跟我講 結果一拿 月老就 然後我就直接在月老 沒有前面說